桃園放球 小朋友们在国门排成好几排 开心拍照比赞 桃園市龟山国小哨棒队 这个月10号到美国 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哨棒锦标赛 荣获季军的好成绩 很开心 然后很感谢大家来帮我们结局 国中会继续加油 没有拿到军军 但是有跟小朋友讲 这只是哨棒的一个阶段 未来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努力 选手们兴奋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桃園山国小三连胜进到国际组冠军战 可惜再度对上库拉索时遭复仇成功 无缘争夺事件冠军 不过仍拿到军军好成绩 在31号晚上6点45分抵达国门 市府团队跟选手家长都到桃園机场接机 不管他们是军军还是其他什么奖 我们心里面他们永远是冠军 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拿到了2003年开始设置的 团体运动精神奖 台湾第一次拿到这个 不只拿下季军 桂山国小的选手在场内外展现运动家风范 得到团队运动精神奖肯定 也是奖项创设19年来首支获奖的台湾哨棒队 这回勇夺季军也是台湾季 去年台北福林哨棒以来 连续两届获得季军 这殊荣让各界欢欣鼓舞 TV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